欢迎来到爱上听书 祝大家听书愉快 第六章 优越性追求 作为普遍性欲求的优越性追求 阿德勒认为 作为整体的个人所采取的行为 往往以优秀 优越性为目标 试图在想要完全摆脱无力状态 这个意义上变得优秀 这是人人身上都有的普遍性欲求 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 让我们为自己的文化做出贡献的源泉 就是优越性追求 人类的整体生活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活动线 也就是自下而上 从消极到积极 由失败到胜利逐渐发展前进的 与这种优越性追求相对的则是自卑感 这也是人人都有的 优越性追求和自卑感并不是病 而是对健康 正常努力和成长的一种刺激 这种自卑感与优越性追求的过渡状态 分别被称为自卑情节 优越情节 无论哪种情节对人生都没有积极作用 这一点是一致的 自卑情节进一步加重 就会发展为神经症 优越情节是优越性追求的过渡状态 也可以称其为个人性的优越性追求 或者神经症式的优越性追求 个人性的优越性追求 像这样我们并不否定优越性追求本身 阿德勒认为 有问题的是那种试图通过获得个人性的优越性这种方式 去解决所面对的人生课题 优越性追求分正确方向的追求和错误方向的追求 优越性追求表现为野心的情况 就属于错误方向的个人性的优越性追求之力 拥有超常野心的孩子们 往往会陷入困难境遇 习惯性的通过是否成功这一结果来判断 而不是通过直面困难 并努力克服的精神去判断 而且在我们的文明中 比起根本性的教育 人们也会习惯性的更加关注看得见的结果成功 这样的孩子往往会一心只想着通过最终结果 也就是成功来获得认可 即便成功了 倘若不被人认可 也会感觉不到满足 很多情况下 一旦遇到困难 比起尝试着实际克服困难 保持精神平衡对孩子来说反而更加重要 被强行感到这种野心方向的孩子 却不懂得这一点 并且他们往往会感觉 没有他人的赞赏就无法生活 由于具有这种想法 很多孩子会被他人意见所左右 很多时候 我们关心的不是直面困难 并努力克服的精神 而是看得见的成功 但是不怎么努力便轻易获得的成功 往往很容易缓灭 也许有人会说并非如此 还称自己白手起家 一路打拼才获得了今日的地位和财富 内村建三在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中 谈到离开这个世界时 想要留下自己热爱这个地球的证据时 首先列举出来的就是金钱 不过内村是这么说的 存钱并不是为了自己 通过神的正确指引 遵循天地正当法则 将财富用于国家 希望我们保有这种实业精神 并且我们还必须懂得存钱和用钱之道 内村提到了美国金融业者 杰伊·古尔德的名字 古尔德为了两千万美元 而致使四名好友自杀并打垮众多公司 但是内村说古尔德并没有将这些财富用于慈善 而仅仅是在死前将其分给了自己的孩子 在不轻视金钱这一点上 内村作为当时日本的基督徒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但其并不主张只要一味存钱就可以 与以上例子不同 也有一些乍一看似乎与优越性无关的情况 我有时会被人问 你懂我的痛苦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只能坦率地回答说不懂 理解他人 尤其是对方因为自己并未经历过的事情而痛苦时 即使我们想要努力站在那个人所处的立场去感受 我也不认为能够完全理解 但是呢 因疾病而痛苦的人 也许会责备那些说不懂的人 或者会觉得只有自己痛苦 那时候他人便会变成敌人 他们会抱怨自己这么痛苦 却没人能懂 这种情况下能够做的事情 也许就是努力让别人理解自己的病情 虽然不知道这种努力是否会得到回报 但也别无他法 但是当放弃这种努力而一味责怪不理解者的时候 那样的人便是想要聚此优越于他人 这种意义上的优越性追求 只不过是个人性的东西 因为它不会有任何成果 此外 也有人根本不去努力改变自己所处的状况 而试图通过用不安 来让他人支持自己以这样的方式去追求优越性 神经症患者总是需要他人的支持帮助 一直让其他人为自己做事 他人必须为神经症患者服务 让他人为自己服务的时候 神经症患者就会成为优越者 神经症患者在面对课题的时候 往往会犹豫不决或迟出不前 甚至是退却 他们逃避课题 一味想着置身于能够感觉到成功 或者可以支配的状况 这无非就是一种安逸的优越性追求 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那就是不去努力改善状况 就能获得优越感 这里的优越性追求一词 就像基哈所指出的一样 根本无法避免上下印象之别 实际上阿德勒本人也的确在某些地方使用过上下这样的表达方式 虽然阿德勒自己也说人生是朝向目标的运动 活着就是进化 但基哈认为这里的进化并非上下之一 而是向前的运动 提醒人们说 其中并无优劣之分 或许基哈所指出的正是个人性的优越性追求 善之终极目标 善之金字塔 这里首先需要从目标追求方面 确认一下优越性追求的定位 器官劣等性 浇灌 无视 常常会令孩子错误地 梳理起与个人幸福和人类发展相矛盾的 需要克服的具体性目标 行为目标常常由个人创造 任何状况下 人都是靠自由意志 主动性地做出决断 基哈虽然认为 人有各自的出发点和目标 但其称终极性的目标为综合性目标 个人自己制定的目标为个人性或具体化目标 综合性目标诸如力量 美丽 圆满之类的 全都是理想 因此也未必一定会达成 与此相对 以力量为目标的人 也许就会想要成为拳击手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成为拳击手这一目标 就叫做个人性或具体化目标 阿德勒也采用过 例如完成概念的一种具体化 以及 例如某些人以下列方式将这种目标具体化的时候 之类的措辞 我认为基哈所说的这种综合性目标 就是善或幸福 正如上面引用的阿德勒之言所表明的一样 人虽然会树立个人层面上的幸福 或人类层面上的进化 实现之类的目标 但有时候却会制定一些 实际上并不利于这些目标 达成的个人性或具体化目标 我们谁都不知道哪一条 是通向完成目标的唯一道路 有的人会将这一目标具体化为 诸如支配他人之类的事情 我认为阿德勒试图通过优越性追求 所要表明的含义 原本就可以包含在柏拉图所认为的善之终极目标之内 善这个词的本来意思是说对自己来说有好处 任谁都不会想做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 这样的善正是人的行为目标 并且为了实现善这一目标 人还会树立一些刺激目标 野田俊作列出的不恰当行为的目的 全都是被置于善之下的刺激目标 例如争权或复仇 行为者往往认为 以此为目的会实现一些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 但是这么做实际上是否真的有好处 也就是说是否是善或许又是另外一回事 与人争权即便将对方逼得走投无路 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即便证明自己是对的 一旦对方弃自己而去的话 也没有什么意义 优越性追求也是刺激目标的一种 就像后文将要看到的一样 阿德勒认为 倘若是个人性的优越性追求 那根本成不了善 虽然阿德勒后来放弃的权力意志 认为他并不是人类的普遍性目标 但或许也会有人将其归为实现善的刺激目标 错误方向的优越性追求 这种优越性追求分正确方向与错误方向 错误方向的优越性追求可列举如下 这些都与神经症患者的特征相一致 阿德勒在这里还论述了神经症患者之外的一些人 包括有问题行为的孩子 罪犯 以及那些普遍具有自卑情节的人 这样的人在面对人生课题的时候 往往不愿意去加以解决 不愿意去解决人生课题 他们在面对人生课题的时候 常常认为人生课题无法解决 畏惧失败 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 试图停滞不前拖延时间 当然既然有止步不前的人 那就有退却的人 如果什么什么的话 这样的句式是神经症患者的剧本主题 他们也许会说 如果不是因为懒惰 我连总统都能当上了 或者会说 如果这个人没有结婚 我就会和他结婚了 或者说 是的 什么什么 可是 结果还是不致力于课题 他们会说一些 这件事我倒是想做 可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借口 这就是自卑情节 说可是 这本身就是在搬出 自己无法致力于 所面对课题的理由 也就是在使用 因为A 所以无法做B 之类的逻辑 这里的A呢 就是搬出的一种理由 以便借此让其他人 接受自己因为这个理由 而不去面对课题的做法 例如 阿德勒论述了 痴迷于扑克牌游戏的孩子 倘若是在现代 痴迷于电视游戏的孩子 或许就会引起 阿德勒的关注 孩子往往会说一些 因为热衷于电视游戏 而无法专心学习之类的话 并且 阿德勒还说那些早婚的青年 也会以同样的理由去离婚 其目的就是将人生的不顺 归咎于婚姻 这样的人往往还会搬出遗传理论 声称自己能力不足 或者将自己今天的失败 归咎于父母的教育方式 也有人将问题归咎于性格 某杀人事件的嫌疑犯 面对审问时说 自己就是暴躁易怒的性格 因为对方说了令自己焦躁的话 所以就将他杀死了 当然 这绝不能作为杀人的理由 人在坦白自卑情节的那一瞬间 便是在暗示生活中的困难 或者视作状况原因的其他事情 也许他们会讲父母或家人 受教育不足 亦或是某些事故 干扰压制等 原因能够找出很多 但阿德勒将这种 以某件事情为原因 来说明目前的事件 或状态的做法 称为表面因果律 之所以说表面 是因为实际上 两件事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意思就是 原本并无因果关系的事情 让人看上去 似乎具有因果关系 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 坦率地讲 这还是因为 他们必须将目前问题的责任 所在模糊化 从过去的事情 或者外在事情上 去寻找问题责任 这很容易 例如 问题明明在于 与眼前这个人之间的 人际关系状态 但却要从过去找原因 甚至就连被认为 存在于过去的原因 也并不是客观地存在着 已经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改变 但对过往事件的理解和认识 却是当下 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将原因论与目的论并置 是一般性的思维方式 但实际上 原因论也包含在 目的论之中 首先 当神经症患者说 如果没有这种症状的时候 其目的就是在借助这种说法 来逃避可能要面对的失败 他们会认为 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成功 唯有在能够保证成功的时候 才会去挑战 但是 倘若预想到有一点点失败的可能性 无法确信成功的话 便会一开始就不愿去挑战 或者 为了即便失败了 也不会因此遭受致命打击 他们会提前做一些预防措施 就好比是走钢丝的人 预想到坠落的可能性 便提前在下面拉一张网一样 神经症患者的症状 就是为这一目的而创造出来的 像这样 神经症患者的症状 只不过是赖以逃避客体的借口 当搬出这种神经症式的借口时 人不仅是在欺骗他人 也是在欺骗自己 像这种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 不愿去面对人生客体的情况 阿德勒称其为 人生的谎言 其次 神经症患者往往会认为 自己无法解决客体 进而委托他人去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又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关于那些具有明显自卑情节的人 阿德勒说这样的人 并不朝着人生的积极面奋进 往往会认为 不去解决问题 获得他人的帮助 才是最好的办法 再次 神经症患者往往会通过一些症状 来支配他人 忧郁的人 常常试图通过抱怨自己 如何痛苦 来支配他人 周围的人 无法对生病者置之不理 由于极度不安 而无法外出的孩子的父母 会无法继续工作 即便是晚上 如果孩子倾诉不安情绪 父母也必须不眠不休地 加以看护 如此一来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孩子便能成功地 将父母的注意力引向自己 进而支配家人 像这样 他们便利用不安来支配他人 因为他们认为 必须要有人 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去哪里都得跟着 这样的优越性追求 就是与共同体感觉 背道而驰的优越性追求 正确方向的优越性追求 另一方面 正确方向的 也就是伴有 共同体感觉的 优越性追求 可以从前面看到的 一至三的相反角度 去思考 也就是 一 不支配他人 二 不依赖他人 也就是自立 三 解决人生课题 不具有共同体感觉的人 往往会将自己 与世界隔离开来 并以他人为敌 当然 他们也根本不会愿意 为其被视为敌人的他人 做什么贡献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共同体感觉 不可以被作为 与立己性目标追求 相抗衡的第二动因 立他性动因 来进行思考 当然 阿德勒认为 共同体感觉 是一种标准性的理想 可以为优越性追求 指明方向 第七章 关于神经症 神经症式的生活方式 前一章讲到 错误的优越性追求 与神经症患者的特征相一致 本章将考察一下 神经症的构造 有的人会具有 下面要分析到的生活方式 这里之所以使用 神经症式的生活方式 这种表达 是因为并非所有人 都患有神经症 但有些时候 一些人即便没有症状 其生活方式 却与实际上 有神经症症状的人 相近似 鸡哈对神经症患者 和神经症患者 进行了区分 不属于后者的人 在这个世上 恐怕一个也没有 神经症患者 根本不采取任何行动 具有神经症式的 生活方式的人 即便有时会迟出不前 也不会完全停滞下来 即便是那些 总是果断挑战 课题的人 有时也会想要说 是的 可是 神经症式的生活方式 可概括如下 一 我没有能力 二 人人都是我的敌人 这里所说的能力 是只能够解决 人生课题 并对他人 做出贡献的能力 关于人人 都是我的敌人 这一点 阿德勒时常使用 身处敌国之中 之类的表达 神经症式的 生活方式的起源 阿德勒说 容易形成 这种生活方式的孩子 有以下三种类型 首先 具有器官劣等性的孩子 如前所述 我们把给孩子的生活 造成重大障碍的身体疾病 称为器官劣等性 具有器官劣等性的孩子 既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 适当弥补这种劣等性 并据此不去依赖他人 直面人生课题 也有可能会变得 具有依赖性 试图将自己的人生课题 转嫁于他人 其次 被浇灌的孩子 长期被浇灌着 成长起来的孩子 往往会认为 自己无法独自面对课题 变得具有依赖性 并觉得自己 必须处于关注 与照顾的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会对他人 产生支配性 这满足前文列举的 错误方向 优越性追求的 一切必要条件 关于被浇灌的孩子 第五章已经详细分析过 最后 被忽视 遭嫌弃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会感到 自己不被任何人所爱 也不受这个世界欢迎 对这样的孩子来说 他人皆是敌人 既有实际上的确遭嫌弃 不受欢迎的孩子 也有认为自己遭父母嫌弃 不被爱的孩子 认为父母的注意力 转移到其他兄弟姐妹身上的孩子 就属于这一类 阿德勒说神经症患者 有问题行为的孩子 罪犯 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 说到神经症患者 仅仅消除症状并不够 必须使其优越性追求 伴有共同体感觉 将其根本的生活方式 编成带有共同体感觉的生活方式 把自我中心式的关心 转为社会性生活与友谊活动 阿德勒总是说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在神经症产生之前积极预防 或者注意防止孩子成为罪犯 这种意义上的育儿 教育显然非常重要 这也是育儿教育 被称为是共同体感觉 培养的缘故 神经症的逻辑 在神经症患者 接受咨询的时候 我常常问 出现这个症状之后 有不能做的事情吗 或者 治好这个症状之后 想要做什么呢 之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意图都一样 有未患赤面恐惧症的女性 在被问到 赤面恐惧症治好之后 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她回答说 想要与男性交往 从这个答案就可以明白 对这个人来说 与男性交往是一个课题 并且她认为 该课题无法解决 倘若按照这个人的逻辑 是因为自己有赤面恐惧症 才无法与男性交往 非常紧张 不会好好谈话 赤面恐惧症 就成了无法与男性交往的原因 但是 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 赤面恐惧症 并不能被看作是 与男性交往的致命障碍 比起初次见面时 便毫不胆怯 应答自如的女性 很多男性 或许更喜欢看上去 有些羞怯 腼腆的女性 那么 为什么这名女性 会患上赤面恐惧症呢 通过为什么这个问题 想要了解的 不是原因 而是目的 或许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才是根本所在 身边有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 例如姐姐或者妹妹 这个人拥有很多朋友 并且是异性朋友 当然为自己根本无法胜过 那个人的时候 就会想要退出竞争 但是呢 又不能平白无故地退出竞争 因为那样就等于是认输 因此 为了保存面子 这位女性就需要赤面恐惧症 她会借此形成这样的想法 因为自己患有赤面恐惧症 才无法与男性交往 如果没有这个症状的话 我也能够与男性交往 倘若如此 或许自己也能接受 但事实是 无法和男性交往 与症状并没有关系 只要进行交流训练 与人交往 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当然 谈到与男性交往 或许我们并不能期待 总是获得理想结果 但是 也不能因此 就从一开始 便放弃去交往 当课题实现 比较困难的时候 就想要选择逃避 阿德勒用全 或无这样的说法 来解释这种生活方式 这种事情不仅仅陷于神经症 一旦对不愿学习的孩子 说你如果学 就能学好之类的话 或许他是绝对不愿去学习的 因为孩子想要留住这种 只要学 就能学好的可能性 也有人拿过去的经历 当作理由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 有位出版了一本 副标题为 《摆脱精神创伤的书》的女演员 在出版纪念记者招待会上 对记者解释说 自己之所以与丈夫关系不好 是因为自幼受父亲虐待 可是 尽管不能说 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对之后人生中的人际关系 没有任何影响 但我认为 他依然能够努力去经营好 夫妻关系 从过去的事情中 寻找与丈夫不睦的原因 这似乎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就像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 阿德勒用表面因果律一词 来说明这种做法 关于打击 关于神经症 阿德勒是这么写的 人如果集中性地遭到责难 往往会受到打击 这种状态的持续 都发生在对人生课题 没能做好准备的时候 那样的人面对课题 常常会止步不前 对于这种止步不前的做法 我的解释是 面对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没有正确地做好准备 自幼也没有进行过协作 但是 还必须说明一点 我们在神经症患者中看到的 往往是痛苦和不愉快 即便我劝说某人在面对 难以攻克的课题时 用头痛来为自己开脱 其实与所面临的状况无关 恐怕他也做不到吧 因此 必须立即撤销一切 诸如神经症患者 创造的痛苦 或者想要生病之类的解释 解决课题时 人的确是很痛苦的 但是在解决课题的时候 为了不令自己看上去没有价值 比起更大的痛苦 神经症患者 往往会选择目前的痛苦 神经症患者会忍受神经症 带来的一切痛苦 无论是否患有神经症 人或许都极其反感 显露出自己没有价值 但神经症患者 会表现得更明显 神经过敏 焦躁 冲动 个人野心等 若表现得过于明显 或许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样的人 只要感觉有显露 自己没价值的危险 就不愿朝前迈进的原因 那么 像这样受到打击之后 人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并非人有意创造 也并不希望其出现 但精神打击的结果 感觉很失败的结果 或者是恐惧显露出自己没价值的结果 这些的确会导致打击状态的存在 但是 有的人既不愿意努力克服这样产生的打击 也不知道该如何摆脱打击 也许就知道一味地盼望打击消失 也许会不停地说 想要情况好起来 以便尽快摆脱症状 因此 他们也会找医生看病 但是 却并不知道 自己有更恐惧的事情 那就是 显露自己没价值 或者是 自己没价值 这一隐藏秘密 可能得以暴露 即便是遭受责难或打击 其影响是否会持续 也因人而异 人对自己或经历的体验 并不会完全一样 大家会按照自己的目的 赋予经历一定的意义 这一点 前文中已经分析过了 阿德勒在其他地方 又对打击做了如下表述 如果是健康的人 一般能够克服打击的持续 影响 但若是不太健康的人 多少会让这种打击 保持下去 以便作为解决问题的借口 人在遇到事故或灾害的时候 并不能说 不会因此受到打击 但这种打击 未必会一直持续下去 阿德勒讲 解决问题的借口时的解决 并不是积极向上的解决 而是逃避问题方向上的解决 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 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同龄男孩 被游泳池的排水槽 绊住脚 差点溺亡的场面 虽然事件中的孩子最终被安全救了过来 但看过了真实在线事故的影像 尤其是涉事孩子痛苦挣扎的场景 儿子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去游泳池游泳 虽然我儿子很快就忘记了电视上的这件事 但面对难以解决课题的人 往往会想要借助给自己造成打击的事件 来做出一些试图逃避课题的行为 不懂关心他人 只知道考虑自己的孩子 一旦听到人说外面的世界很可怕 就会将其作为不做某事的绝佳借口 不去学校或外面的世界 因为外面很可怕 但如果是在家里 父母会守护着自己 自己在这个家里 即使什么都不做 也能够成为关注的中心 希望大家不要让孩子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呢 即便是孩子表示出不愿去学校上学 也跟看了电视受到打击这件事 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打击无论是有什么事引起的 都是一样的 恐惧死亡的人有很多 不仅仅限于孩子 有的人便会试图 以这种对死亡的恐惧为借口 逃避所面对的人生课题 阿德勒说 初次接触死亡 并且还是突然到来的情况 这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打击 有时甚至会终身留有影响 对死亡毫无准备的孩子 一旦突然面对死亡 就会第一次明白 人生有终结这件事 孩子也许会因此受到惊吓 进而变得消极 但是就像阿德勒自己所做的一样 医生中也有人是因为 突然遭遇死亡 而选择了这个职业 关于家庭状况 疾病 死亡的记忆等 阿德勒是这么说的 留在孩子心中的痕迹 在其以后的人生中会显现出来 孩童时代的经历就像是刻在孩子心中的活碑文 孩子无法轻易忘记 但是如果接受协作训练 就可以消除这种影响 即使是事故或灾难 倘若孩子适当接受协作训练 也能够回避 不过呢 需要注意的是 给孩子过度施加这种训练负担 有时反而会妨碍孩子接受来自父母的协作训练 高于神经症的痛苦 此处的另一个论点是 神经症患者并非期待这种痛苦 但是在解决课题的时候 为了不显露自己没有价值 为了不显露出自己没价值 比起更大的痛苦 神经症患者宁可选择现在的痛苦 因为害怕失败的感觉 或者由此导致的自己 没价值这一秘密得以显露 所以就选择现在的痛苦 如此一来呢 即便神经症患者并不希望这样 但由于这种痛苦 是作为需要的理由而做出的选择 也能明白 仅仅保持这种症状还是不够的 神经症带来的不仅仅是痛苦 长期维持该症状 其实具有一定的自我毁灭性 倘若不能真正明白这一点 神经症或许就不会消失 理解神经症患者的最佳方法 是将神经症的症状全都放在一旁 转而去调查患者的生活方式 和个人性的优越性目标 并不是去关注神经症本身 而是注意考察神经症患者之前的生活方式 和优越性目标 阿德勒以偏头痛的人为例来进行说明 正是在需要那种症状的时候 头才会痛 例如必须去见不认识的人 或者不得不做出决断之类的时候 试图以此来逃避人生课题 或者企图利用该症状去支配家人 即便是头痛症状消失 也依然会出现失眠之类的新症状 只要目标一样 就必须不断地去追求它 有的神经症患者 会以惊人的速度摆脱症状 然后毫不犹豫地获取新症状 如果仅仅是美好意图 关于神经症 阿德勒还做了如下论述 据说神经症患者都具有最美好的意图 无论是需要共同体感觉 还是必须面对人生课题 对此他们都深信不疑 但却会说 唯独自己是这普遍性要求中的一个例外 其为此搬出的借口就是神经症 有句话道出了神经症患者的整体态度 那就是 我想要解决我的所有问题 但不幸的是遭遇了障碍 神经症患者往往认为 只要表示出美好的意图就可以了 但是仅仅表示出美好的意图 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告诉他们 在社会上重要的 是实际去完成 实际去给予 如果是在可能性之中 什么事情都可以说 阿德勒说 如果什么什么的话 是神经症患者的剧本主题 这一点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并且他们会说着 是的 可是 但最后还是不愿意致力于课题 神经症患者 认同他人需要共同体感觉 以及必须面对人生课题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能说出 是的 但随后 为了让自己和他人都相信 自己做不到 他们常常会费尽口舌 虽然说是解决自己的课题 遭到了阻碍 但他们却意识不到 其实是自己在进行阻碍 被排除的幸福 神经症患者常常会说 如果什么什么的话 但是 那些假设会实现的事情 或许原本就不会发生 神经症患者 只是在通过这样的假设 来延迟人生 这种神经症的逻辑 会阻碍人 活在当下 脱离开当下的幸福 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或者说 幸福就只存在于当下 像神经症患者那样 将人生延迟的做法 等于是在拒绝幸福 在神经症的逻辑中 幸福一开始 便被鲜艳性地排除掉了 神经症患者 实际上能够获得幸福 但是 与其致力于课题失败后 而表明自己没有价值 他们宁愿沉浸在 不幸之中 世界形象与自我中心性 阿德勒说 广场恐惧症 是人们为了不到充满危险的外面去 而被创造出来的 广场恐惧症患者 往往认为世界充满危险 他人都是敌人 因此不可以到外面去 这是其儿童时代的再现 也就是说 孩子和作为守护自己的唯一同伴 母亲一起面对世界 那时候 外面的世界是危险的 因此孩子不愿意离开自己 受保护的环境 而到外面去 这种症状的另一个目的 则是使唤守护自己的人 阿德勒引证的某位被浇灌的女性 由于想要占据关注的中心地位 而并不认为生孩子是件高兴的事情 因为害怕孩子比自己获得更多的关注 恰好在那个时候 丈夫扔下产后刚刚恢复的妻子 休假去了巴黎 然后 丈夫还写信告诉妻子说 自己见了很多人 过得很精彩 极其恐惧失去丈夫的爱 并担心自己被丈夫忽视的妻子 觉得自己不再像坚信被温柔的丈夫 深深爱着时那么幸福了 她的内心无比失落 进而患上了广场恐惧症 妻子变得无法独自外出 丈夫必须时刻陪伴照顾她 在这种情况下 妻子通过这种症状 成功获得了丈夫的关注 只要是在家里 她的不安感就会消失 因为家里有照顾自己的丈夫在 阿德勒还对这种症状 做了如下说明 必须清楚的最后障碍 就是消除其与诸如路上 擦肩而过者之类的 不在意她的人打交道的恐惧 这种恐惧源于排除一切 自己不是关注中心之状况的 广场恐惧症的多疑恐惧 这是一个新的论点 表明患有广场恐惧症的人 并不是出于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这个原因 才不愿意到外面去 而是想要逃避 面对一旦到外面去 就没有人会关注自己这一事实 面向未来的原因论 明明并非一定会发生坏事 但有的人还是认为 未来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坏事 例如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谁都不知道 但却有很多人恐惧死亡 我认为这就是因为了解其未知性 有些人之所以会如此思考 死亡是因为 虽然将要发生的是以后的事情 暂且不问其具体用意 但认为会发生坏事 肯定是有好处的 人们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 是目前状态的原因 其实是有目的存在的 同理 当前人们也会去判定 未来发生的事情 将成为现在 以及今后状态的原因 我将这种想法 称作面向未来的原因论 阿德勒说 有些孩子总是认为 自己肯定不会幸福 一定会失望 这样的孩子 找不到被爱的感觉 常常觉得 他人比自己获得的爱更多 或者由于幼年时期的困难经历 而近乎迷信的担心悲剧会再次发生 不难想象 具有这种恐惧感的人 在婚姻生活中 也许常常会嫉妒和猜疑 并且一旦这么想 发现对方对自己的爱逐渐减少的证据 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无论多么小的事情都会盯紧 唯恐看漏了什么 担心他人比自己获得更多的爱 是已经分析过的 被浇灌的孩子的特征 明明曾一度专享父母的爱或关注 但后来却失去那种特权的经历 在当前甚至未来 都会影响着这种人的生活方式 将未来也囊括进来的原因论 当然有其目的存在 那就是通过这种思维 来接受自己的不幸 或者即便现在很幸福 也可以据此减轻 将来失去幸福时 可能受到的打击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其又是目的论 正如上文所表明的一样 并不是仅仅消除症状 就万事大吉了 人们必须要从根本上 改变对于自己或世界的看法 要相信自己 有解决人生课题的能力 要认识到这个世界 并非到处都充满危险 也要明白 世界绝不会围绕着自己转 但这个世界上 也有自己的位置存在 那么为此应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想要从 教育和治疗的观点进行探讨 并进一步考察 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目标 本期听书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这里是爱上听书 带你听更多好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